8号母亲节在网上看到许多艺人纷纷晒出幸福的母亲节画面 像是小S连续发了三篇女儿亲手做的卡片 影片加上一桌菜的贴文 逼得她直接大哭 而林一诚初为人母的第一个母亲节 也在社群晒出宝贝女儿的可爱乳牙照 同时也感谢自己的妈妈 但在这温馨的日子也有女艺人辛苦的让人心疼 上周才发文表示 老公因脑流开炉住院的艺人可兰 现在好不容易出院回家休养 没想到她和两个小孩马上接着确诊 发烧了几天 只能暂时让虚弱的老公自己独自在一个房间 万幸的是 目前她和小孩都已经渐渐好转 并表示终于有笑声而不是哭声了 而在三月公开自己罹患乳癌消息的朱新怡 身为三宝妈的她 现在一边治疗一边照顾家庭 虽然辛苦 但她仍展现乐观而坚强的态度 根据TVBS报道 朱新怡目前已经做完第一阶段的六次化疗 坦言因而丧失味觉 饮食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她表示可能会在母亲节后动刀 看是否需要继续化疗 同时也说目前家里人都不会把我当病人 但大家会多帮我一点 心情就是珍惜感恩 毕竟现在确诊者很多大家都忙翻了 还可以在家里吃饭就已经很幸福了 海头条台北综合报导